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se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今天我们继续要谈金词哲学第31条 在相铺台中央交锋 当一个企业开始经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 我们已经开始在与外面的企业产业竞争 那不单单只是企业经理人 或者是部门的主管才有这样的心态 必须要让所有的员工都必须要这样的心态 比如说制造业有一个交期 也许是在三个月之后 但是身为领导者 或是企业制造部门的主管 就必须要把这个所谓的制程要拉短 整个这个过程的难度提高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让我们的员工 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那再来一个就是 在平常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阻碍跟压力 那我们就会去练习 因为我们常常讲 在平常不练兵的时候 到时候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动 所以不管是擂台中央 或是相铺台中央 我们要这个正面交锋 同时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这个理念 要把它成为整个公司的工作文化 我们在面对所有工作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把这样的精神 放到我们的心中 那提前完成 刚刚讲的 除了可以在平常的时间 来磨练自己的员工 甚至磨练领导者 甚至管理者 如何来进行 而且更能够来掌握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你都把时辰拉短了 你为什么可以说更能掌握 因为我们的心就不太一样 如果一个项目 或是一个计划 它是半年 跟一个项目 如果是三个月 其实就不一样 像我们最近公司 接了一个 帮一家公司 我们做媒体曝光 想说一个月之后才要开始 结果对方的领导说 没有啊 我选了一个好日子 在一个礼拜之后 当然这个身为的这个主管 当然他就要清楚 就说 那我可能晚上不能太早下班 我可能要跟所有的员工先讲清楚 所以呢 变成说你会更有注意力 就会去掌控 要在短时间 会去把这件事情 把它做好 我想这个意思呢 会变成是希望 每一个员工 都要有自动自发的想法 要让他成为所谓的潜意识 所以呢 不需要办公室里面的这些的主管去盯你说 你要提前完成 你才有办法去做各种的补救措施啊 其实这个在很多的企业是做不大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过往 比如说坐一台车 我就是一个月 那你现在只有半个月 我怎么可能做 马上心里就觉得说 我没办法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办法提前完成 你可能就没有没有时间可以来去审视 但是我们做经营哲学 其实是要不断的让自己 有更多的阻碍跟困难来征服 不然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觉得说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我希望呢在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回去要教育我们的这个员工 当然甚至主管要先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清楚 当每一天的到来 开始上班的时候 你就好像要散散成 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 其实都不一样 但是只有一件事是一样的 那就是时间 所以呢我们时时刻刻 必须要跟时间采访 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 在相簿台中央交锋 我们其实就是说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 把这个事情 把任务完成 那最重要就是这个精神 必须要去传达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企业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它都相对于 会比别的企业 要来得有竞争力 也同时可以让企业得以生存 我是Joyce 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聊哲学吧 webTV